大家好,今天是1月5日凌晨1點多 我剛剛做完工作,收工後 我趕回家,洗澡後就拍這段影片 為什麼呢? 話說前幾天我收到監表 看到又有三天假 然後我想了很久,究竟去不去旅行好呢? 我立即在Instagram開了一個Post 跟大家問問如果我再去旅行的話會不會太過份? 想不到有91個人留言跟我說 一點都不過份,去吧,去吧,去吧,一點都不過份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真的不是很過份 因為我都隔了一年沒有去旅行 然後我就決定,不如看看機票吧 那今天趁現在5號,因為我還有三天就要飛了 如果是的話,就決定不如上網看看有沒有便宜的機票 所以我今天特意拍了這段影片 看看我會買什麼機票去哪裡旅行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想都是台灣的 因為其實我不是說一定要去台灣 但是三天的話,我去其他地方就覺得太過了 我看到有人留言 如果你想找一間只需睡覺及洗澡的旅館 這是不錯的選擇 喂大哥,你酒店不是用來睡覺及洗澡 你除了這兩樣東西之外,其實你都沒有太大的作為 你打算做什麼? 你一個酒店可以在這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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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家酒店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我隔期只有三天 那本來我在想要不要再兩天 那我沒理由得轉進尺 經理編路放三天,那我又再多幾天 而且最重要是我三月份的時候要清大價 那我的大價又會加幾日例 加我可以長一點的旅行就不去台灣 那所以我這次就不要得轉進尺 那我就決定三天去台灣 那我現在就要上網看看哪有便宜的機票 那我拿來買去,那我這三天上班就很享受、放鬆 然後三天後就拿著行李箱 一下班就拿著行李箱就去Check-in 然後就飛去台灣 那就正啦,耶! 那我現在就打給朋友看誰去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機器和Kao再去旅行 你放心吧,2017年他跑不掉我手指 他一定會和我去旅行 不過我們是會重返這個泰國 因為之前泰國真的太過不開心了 那所以我們一定會回泰國 我現在看到機票三天睡三晚 超便宜的,1400多元至1500元 我現在選酒店 因為我對酒店沒什麼要求 最重要是它光晚和地點都OK 我現在看到機票連酒店加起來都是1500元內 或者這個OK,西靈藍路,然後在T恤後面的位置左右 加密兩位都是1500元,看一個留言 先 最重要是看完留言就OK 80%不錯,這個評論 正 現在要找朋友看看有沒有人陪我去旅行 我不知道Wallace睡了沒有 因為要和Din贏只有一個 喂? Fanga Fanga 喂,去不去台灣?9號、10號、11號 去不去?真的去 我買機票的了 好了好了,那你睡覺了 早上拜拜 拜拜 拜拜 最重要是Sumbay 有些可以隨時跟你飛的朋友 最開心 那我現在就可以決定去買台灣的機票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觀眾問我 究竟在哪裡買機票 或者哪裡訂酒店 那自從上次我出完那段影片之後 更加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或者inbox 那我遲些再拍一段實際的影片 告訴大家 如果我加進去的話 我相信這段影片會突破兩個小時 雖然我也知道很多觀眾說不介意 但是我剪兩個小時的影片 我需要差不多四個小時的時間 是不眠不休的看著電腦的話 我覺得我會很瘦 因為我發現我回到香港 不夠一個月左右 你看我 瘦到鎖骨出來了 大哥 我不想看到這個東西 我不需要去餐廳補室 因為我不要了 我現在就是想 這裡是一團肉 然後有條頸子 掉下來 那我就 我現在是追求層次感 我已經轉了 我已經決定有它 不太瘦了 有得它 要多胖就多胖 那我這次台灣之旅 就不會去一些 介紹給大家 四天聽過我介紹的食物 那例如情味真 那些我都會少 我不會說不吃的 但我不會說 可能我去吃 我可能會私底下 偷偷地去吃 那因為我都想找 多些不同的東西 介紹給大家吃 因為我一直都收到 很多不同的人的inbox 或者你們Youtube的留言 那其實我全部都有看 從我這幾次去台灣之後 那我之前現在vlog 很多人都留了很多 以外給我知道 第二天吃什麼 我上次很多人inbox 我自從我去完上次去台灣之後 我的inbox是爆了 就是每次去完台灣 我都有百多個inbox 告訴我吃什麼 那其實除了我會分享 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給你們之外 其實我很多觀眾 都是食家 可能每個人都比我更厲害 有些世界級正的東西 或者值得一試的東西 他們經常都跟我說 我提醒這個宇宙世界 我就是給你級好吃的東西 我都沒有那麼誇張 他們比我更誇張 那所以我這次 都找了很多不同的腦肉飯 那我就想看看 哪一間的腦肉飯 做一個比較 可以試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給自己感受一下 究竟哪個地方好吃一點 之外我可以告訴你們 那有時候去旅行 也不知道哪間好不好吃 那我又不想大家 好像我第一次去旅行 亂逛 亂逛 就吃到一些很難吃的東西 那有時候去旅行 你當然想有一些信心的保證 或者至少我說好吃 你吃到平常的 都至少它不是難吃的嘛 其實如果呢 我公司每個月都跟我說 哇 Manson 你有三天價 Manson 你有三天價 其實我每個月要飛三天 我都不介意的 那你們有沒有問我 整天飛三天你一定很有錢 其實每次都是一千五百多元 的確你每個月都要拿千多元出來 但其實你可能在香港吃少四餐放題 你就可以去一個旅行 那你每次去旅行 你都要找到不同的新的地點 你可以見識多些東西 或者可以感受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兩個感受 每個人追求都不同的 那我相信有很多觀眾 和我的心態都是一樣 都是寧願去旅行多個在香港玩 那最多在香港吃三天麵包 那瘦兩磅 那接著下個星期就去旅行 再吃十磅 那平均都賺了七磅 但是七磅 你賺了七磅 那我覺得 有機會可以賺八磅 九磅 十磅 那整件事是多些 那磅數是用錢買不到的嘛 那我這些那麼追求 這件事的話 那我覺得 那去旅行當然是最重要 那我現在就買完機票 那我現在加上機票 那我現在加上機票連酒店 就是一千五百一十元 那可以三晚 那可以睡三晚 玩四天 那我覺得 其實不是叫四天的 但是我經常都會叫四天 因為呢 經常有觀眾問我 為什麼你晚上才來飛呢 為什麼你不早上第二天才飛呢 因為呢 我每一次都有計 那其實只差一百多二百元左右 那但我每一次下班去 那段時間我可以搭過去之後 我可以玩到少少 那這少少的時間 你不要小看它 其實凌晨你知道我七十一 我什麼都吃一餐 那有些人去到就睡覺了 那我都玩到兩三點 那我覺得都值得玩的 你八多二百元玩到一晚 最主要的是 因為我不想第二天這麼早起床去飛 那其實會更累 就是你特意七點起床 然後就特意去旅行 那你知道第二天 那你知道你去旅行之前 你又不會睡得多 你不會睡多一個八個小時 你回家十二點一點 剩下你兩三點 你七點就要出門口 你要飛了 那其實基本上 有些時間和睡 那我覺得那百多二百元 真的不要節省 那所以我每一次都會晚上飛 那就玩多一天 那第二天可以睡到兩三點 那你會舒服一點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我這個 賣機票的方法 那百多二百元 那吃少一頓飯 那我想都可以的 如果大家有follow 我instagram的話 那知道我之前 十二月尾聖誕的期間 我忙到瘋了 我每一天 我都是睡兩至三個小時 我完全是瘋了 然後我每一天都是通宵 然後通宵完之後 就回第二份工作 直接就博第二份工作 或者我下班之後 直接就去再上班 我每一天回到家 三點幾四點幾 然後洗澡五點 然後睡覺 然後八點鐘要起床上班 我每一天都要喪屍地上班 我放假的日子 放假的日子又要上班 大家留意我都知道 我開了一間派對房 那聖誕的日子 真的瘋了 那所以這一次呢 所以這一次的三日之旅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 超放鬆的狀態 我要去瘋吞吃個台灣 那大家知道 讓我化悲憤為食糧的 然後回來呢 變成Gmimi 那大家就不要當我是Gmimi 那等下等下回來 喂有蚊 咦 這蚊去哪裡了 我到哪裡了 哎呀死了 呃 去完台灣之後 那我反映是超好 很多觀眾都說 一個小時是很開心 很多觀眾都說 整個小時都很歡樂 或者整個小時都沒有停過 都是笑 是不會有漫長 那我很多謝大家 很喜歡看我這個 那我也很開心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我那一刻的喜悅 大家留言給我 所有的鼓勵 動力全部我都收到 我真的多謝大家 那我都不想說 今次這段片 破肌肉兩個小時 那但是我每一次剪的時候 我剪的時候 剪的時候剪成個小時 雖然很累 那雖然我的剪接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說很厲害 不是懶惰那些 那些勁的東西 我就是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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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知道我的電腦白癡 是完全不懂電腦的話 是基本上很久的 那這段片 那但我每一次剪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開心 那當你自己看的時候 很開心的時候 其實觀眾看的時候 都會很開心 然後每一次我當我自己 很累的時候 或者我想要動力 或者我掛著旅行 我想找一些開心 或者想看回我以前 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會看回我每一次 我都不會 skip 每一秒 每一滴 每一滴 每一秒每一分 不是每一滴 是每一秒每一分 我都會看完 每一樣東西都是Manson的 一些1.1滴 1.1秒 我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1.1分 那樣 怪怪的 每一樣東西都是我的1.1滴 是對的 1.1滴 觀眾就說 太長了 但其實我現在 自從我開始 越拍越長之後 其實是回不了頭 大家 希望不要見怪 也很感謝大家 肯分開看我的影片 多小一點的觀眾 都會說 我哪有這麼多錢 哪會去到旅行 其實我以前 16歲的時候 我都會說 沒有錢去旅行 但我喜歡這件事 我想去做這件事 或者我喜歡台灣 或者我喜歡去旅行的話 那你就會回一份part time 就是回一份part time 就是為了去旅行 我身邊所有的朋友 都不會問家人 沒有錢的人 所以我們16歲的時候 去旅行第一次去台灣 就是整班朋友 去結不同的工 大家是由早到晚 我很記得 我們每個都是 一天回12個小時 連續回了一個星期 其實你已經夠飛一個旅程 有得 我想說 要花得多一點的話 那你就再多一點 就是你要付出 你才會有這個收穫 就是不是那些錢 扔過來給你的 所以經常有人問 為什麼你要經常去旅行 其實我經常見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在想 那你上班 出了糧 那你就可以有錢 去旅行 那你不是坐在那 和媽媽說 媽 去旅行啦 那你沒有的 我現在叫一次 媽媽 我去旅行啦 你可不可以給我去旅行嗎 你自己去旅行 哈哈哈哈 其實 家人就是 如果你去旅行 你自己去旅行 那個原理 我的訊息就是告訴大家 小時候 不是說十一十二歲的那些 那當然不是叫你這麼小時候去做這些 跟這些小時候的人 跟你的小朋友說 你們去上班 那不是 學業要緊 但是我說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你可以做part time的時候 不是叫你影響學業的 你暑假的期間 你可以長一段時間 下班的時候 你以前也是這樣經歷過 那當你第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你真的很有滿足感 因為我第一次去台灣的時候 就是這樣 而我出了糧有八千元 然後八千元唱完 那一刻是最開心 還有第一次去旅行的時候 是特別開心 那種回憶我一直都在腦袋上 所以這件事 你們真的要經歷過 你們才會覺得 那個回憶你永遠都會回味 其實到你現在這一刻 你做不到那種感覺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刻 我們已經入了社會 入了社會 你就不會再有 入了社會 你就不會再 好像以前那樣 回到part time 然後很開心地 出了來 大家一班朋友再去旅行 其實已經很難 因為我們出來了的話 因為我們出了這個社會 你約一班朋友去旅行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你夾到一件很難的事 你夾到一件很難的事 年紀越來越大 的意見就會越來越多 那大家可能去的旅行 的意見又會不同 那你就會有比較 那所以基本上 大家很難遷就 那大家在你們年輕的時候 就很快去做這件事 那去台灣也好 去其他地方也好 那身手來說 我真的很建議大家去台灣的 那真的很便宜 那如果不是呢 泰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最重要當然是 你家人給不給 我之前見過觀眾的媽媽 我都有問過 其實你會不會給自己的 兒女去台灣 自己一個或者同朋友都好 會給 因為台灣其實 基本上大家不需要擔憂 你只要懂普通話 就算你不懂普通話也好 好像我說的普通話 那麼難也好 其實你講廣東話 有機會他們都會明白你的意思 你問路那些 他們真的會回答你 所以大家都是不需要擔心 泰國那些就會危險多些 家人可能沒那麼放心 但我第一次去旅行也好 好啊我媽媽都說不給的 那我比較壞 我比較壞 我才開口罩 那就跟媽媽聊 每一晚就跟媽媽Facetime 跟爸爸Facetime 沒事的 那只要你肯走出這一步 你就會有更多的開心 你會有更多的快樂 還有啊不要經常問我 為什麼經常去旅行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經常去旅行 是看你究竟你想不想去旅行 你究竟有多想去旅行 或者你多想去放鬆 因為我是一個不可以困住在一個地方 多過一段時間的人 我是會很想快點離開 例如我看到一些 comment說我 其實我不是去旅行 其實我是回回我自己的鄉 我是香港旅行 哈哈哈哈 其實旅行長與短是你自己選擇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你去短的一個旅行 都叫一個旅行 其實可能有人會覺得很急 但其實你放慢腳步 因為你離開了香港 基本上你的腳步就慢很多了 所以就算兩天 甚至一天都好 我都會堅持 在我最想去旅行的時候 都會堅持 天天都要飛 大家如果真的覺得很累 大家真的有 een stipend 我都想好像出去走逛 Zahl 不妨去買張機票飛 就算一個人但兩人都好 一幫朋友都好 只要你離開香港的時候 其實你回到香港乘舊飛 Chapter 回來的過程,其實你想的東西是會想多了 即是你回答...想多了 我明明是很認真的問題 即是你坐飛機或車的途中,你會自己停一停想一想 為什麼我會在香港那麼辛苦 為什麼我現在這一刻會那麼放鬆 其實真的會有對比,我每一次回來的時候都會想一想 大家真的可以,如果覺得自己累的話 其實不如你放下手上的東西 不如試試去一個短短的旅程 台灣也好,泰國也好 就算澳門也好 其實香港有時候的壓力真的會比較大 那你去到旅行的時候 就算你多不喜歡去旅行也好 你去到一個靜點的地方 即是去到另一個國家,沒有其他人煩你 沒有工作上的煩你也好 那你都會休息到,即是放鬆到 然後就想打一個訊息給大家知道 就是,其實你們有時候累的時候 真的要放鬆一下 所以你看到我12月累了就馬上去旅行 那不是奢侈,那你吃幾頓放題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去到一個旅行 其實去旅行真的不貴 看你多想去旅行 你想不想付出這個小小的錢 那些1500元我相信 如果你們是跟我同年齡層出來做事的話 甚至是比我更大的 我相信這個錢不是對你們來說 一個很大的負擔 如果大的話就幾個月去一次 但我就是想跟大家說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們肯放下手套上的東西 去放鬆一下 那希望你們聽到我這番話的時候 不是叫你馬上去買機票 那你們可以去計劃一下 去想一下也好,幻想一下也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今天我就去旅行 我帶你去旅行 就是在VLOG裡面 那你就第二天晚上看我去旅行的經過 那我不談了 再談就五個小時了 OK,台灣見,拜拜 哈哈 我真的沒有計劃過 今天會拍片 然後會這樣跟大家見面 整個東西 整團肉 這樣坐在那跟大家拍片 那本身我打算拍個開場白 那十秒或者一分鐘 我就放個片頭到是給我用 那但是聊聊聊 就聊了整... 嘩 聊聊聊就聊了49分鐘 因為我這段影片 我1點鐘拍的 現在1點49分 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這些笑談廣東話 哈哈 大家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 但是我真的很想把這個訊息傳達給大家 那希望大家都會明白到 其實為什麼會這麼開心去旅行這個原因 再加上怎樣去說去旅行 或者怎樣去放鬆自己 怎樣去利用自己的時間 怎樣去找工作 怎樣去利用自己的機會去你的旅行去放鬆一下 那這些東西是我一直以來 其實我沒什麼機會去拍給大家 因為VLOG的時候 要說完的話 就八個小時了 你知道我幾場戲的了 那所以我不敢太長了 那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9號晚出的一個影片 那我會在台灣VLOG之前才出這段影片 那我本身就打算黏在一起 但是現在就分開了 大家都會喜歡我這樣和大家聊天 完全沒有一個稿 想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模式 聊聊天 那大家坐下喝杯茶 吃點桌的話 那大家就坐在這裡和我聊聊天 那OK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你不妨留言告訴我 你看完這段影片有什麼想法 或者我會不會啟發到你一些東西 那你們不妨可以告訴我 那你們不妨可以告訴我 我是會看的 你們告訴我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笑談廣東話 那我們明天台灣再見 Bye